快點啦 孩子算了最快樂聲音 在高興靠上開到客中 鄉下也算過華山社會 聊到現場正式針對流 過去就比較混濁啦 但是基本上還可以看到 溪體的石頭我覺得還滿不錯的 跟往年差不多啦 大概從這個禮拜開始 就是陸續有一些學校的戶外教學 都已經慢慢進來了 尤其花山的狗家客 因為地勢和水流量都很平穩 這幾年也有社區發展成為一個寮客的好處 今年剛才有許多寮客行程提早進行 不過社區沒有建議民眾自己來這裡玩 本來我們不建議 因為它這個溪裡面的溪流 然後包括它的土石都很不穩定 一定要有我們專業的導覽 然後最主要是要有救生設備 為了要給民眾一個很好的生水環境 這幾年也有進行水質的減測 台灣新台協會的婚姻港出山 主任丹青春標示 今年的水質比翁年都更好 而且新台也多很豐富 水質檢測 比如說它的一個水溫 基本上大概就是24度 25度左右 也就是說是一個溶氧量算比較高的一個核段 那另外就是說它PH值 今年測起來比較奇怪 就是往年大概7點多 我今年已經達到8左右 裡面的生物也逐漸增加 比如說台灣馬口魚 或者是我們也發現到翠鳥 那甚至有一些所謂的氧漆類也開始增加 比如說我們在這段時間裡面看到很多的核酥蛙 以及那個順豪式刺蛙 都可以在溪裡面可以發現到 那這陣子的所謂的拉斯清晰蟹 基本上也數量也蠻多的 這次去到可以看到水底庫加起來 這小区最近就發現有人彈本搜在這裡 也好讓大家要說在心臟會議 來維護這天然的了解環境 基調真心掌握報導 基調真心掌握報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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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感谢观看